文字进阶的效果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文字的相容模式 我们要示范给同学看 譬如说启动Word的时候 请同学点选档案 开启旧档 那么在我们光碟范例的 Word Sample里面的02 你会看到什么 快乐逛逛点 仔细看哦 DOC 这DOC我们把它拉开来 后面来看看 它的档案类型是 Word97到2003 这个版本所做的是点DOC 新版的从2007开始 就是DOCX 我点击快乐逛逛 再提醒同学 这可能是旧的档案 或是别人做的 97到2003 当你开启完以后呢 在最上方 同学会发现有什么呢 相容模式 有相容模式呢 什么意思呢 就有些功能就不支援 比如说这个文字效果 它就没有了 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 选起来是我要设定文字效果 而且我们刚刚的Smart点起来 只看到这个 那怎么办呢 好我们在前面简单介绍过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哦 要怎么办 点选档案的资讯的转换 它提醒你 因为是旧的档案 所以部分新功能被停用 你只要点选转换 确定 那就OK了 你们看到就出现了 这个也OK了 那就完成了 档案格式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动作 接下来我们把文字选起来 我们从这里可以更换字形 选一个比较有趣的 那是王汉宗的 俏皮动物字体 那王汉宗这字体是免费的 同学可以在网上自行下载 自行做安装的工作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 建成的标题文字 好 要改哪里 就选哪里 这是玩电脑基本的反应 好我们把快乐观光 拖曳把它选起来 接着建成在哪里呢 当然不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看过了 是现成了 要点哪里呢 好我们点选这个箭头 那点选箭头完以后呢 再点选哪里 文字效果 这是2010的新功能 就进到这里来 那进到这里来 接下来再来点选哪一个 点选文字填满 建成填满 那预设色彩这里呢 箭头点一下 有内建的色彩 比如说我点选这个 那点选这个样式以后 它告诉你 这里还是可以 再来做修改 接下来我们要 变更什么 方向 色彩选择以后 再变更方向 比如选起来以后呢 线性往右的 这个线性向右 线性向左 那就颜色不同 比如说这是红到蓝 这是蓝到红 这个角度 同学自己看 我们点选这个 那接下来 我们要设定阴影 我们切换到阴影的标签这里 阴影的地方 我们点选这个 那阴影同学可以自己来做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选这个 那内阴影的效果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我现在点选阴影的哪一个 这个 左侧右下 这个你可以来选择 那阴影同学请自己来做决定 那当你在点的时候 这里有预览效果可以给你看哦 好这时候还没完 再点进来我们要加什么 文字外框 我希望加描边的效果 文字外框 接下来呢 好外框的 这个 外框线在这里 外框的样式 改成1 外框样式 那全部OK完以后呢 再点什么 关闭 这个 好这时候呢 文字描外框 框线 黑色 实心 那外 加外框 外框的样式在这里 好确定 那同学看一下 就完成了快乐逛广 第一个 建成色 第二个呢 有阴影 第三个有描外框一个效果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立体文字 我把这几个字把它选起来 这时候呢 点选哪里 一样再来点选这个 字形的地方 再来点选文字效果 进到一样的地方 好我要来设定立体呢 立体格式在这里 点选立体 这时候呢 比如说这边可以改 这边有线程的样式 可以让你自己选 那我如果要自己来呢 比如说跟改成10 宽度改成10 高度改成5 那这里呢 我改成 4.5 好修改完就按关闭 这个 套用起来 没有更改到 那我们再看吧 文字效果 我们先给刚刚一样的 建成效果 也可以给它 在立体的地方 来 填满的地方 先给个建成吧 跟刚刚一样的效果 对不对 然后呢 改完之后 这里会立即显示哦 这个地方 它会立即显示 好 改成10 那这边呢 改成5 对不对 这边颜色的地方 这可以调 那同学改完这个我们加立体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吧 好 往上一点 这就立体的效果 就是根据我们刚所改的一个效果来做设计 那请同学参考书本的第几页呢 二支十一页 我们利用的文字效果设计是什么 立体建成字 外框光晕 还有呢 外框点点线 哪有呢 反射文字 那我们可以充分运用 Word2010的新功能呢 制作出一些 比较实用 有趣 而且变化多的一些造型标题 那这就是 这个2010 非常值得大家使用的文字效果 感谢观看